你真心尋了 馬來西亞製作的 這是馬來西亞製作的 那我等一下再拿一下 你覺得這個值得去鼓勵 目前这一个产品呢,供不应求 那个厂家也是特别,因为一些关系,特别供应给我们 是,你看还有那些条马巴裤在这边 我就觉得,哇,太棒了,你看 这时候是回收的,这个再新款的 这个没有罐头啊,那个牛奶罐头啊 这个值得鼓励啊 好 好 好美是不是? XG Cafe 很有气质 你等一下带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全世界的第一个,唯一一个茶餐 好,茶餐,饭茶的地方 这边呢就是,如果天气好一点啊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所谓天气好就是 不那么热的时候,坐在这边是蛮有情调的 尤其是晚上很凉爽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很好了 我帮你来去那边 走,过去看看吧 那个,那个啤酒很有 哇,它的整个环境真的是还蛮休闲,很舒服一下 虽然它是才刚刚开张不久啊 可是已经,那个氛围已经有了 你看晚上,你把它搬出来 我们喝着那个啤啤茶 那啤酒 好像在啤酒,好像在饮酒这样的感觉 然后你还想象一下我满天的星星还有月亮 哇 想象力太强了 诶,那个是什么?乡房吗? 这是乡房 就是 要议订,对不对? 议订,要抓只有一间呢 嗯,暂时只是这么一间,对不对? 就一间就很宝贵了 很不错,很不错 然后,你的全家人啊,你的贵宾啊 你们可以在这边有自己一个特定的空间 嗯 有没有,很有情调有没有 是,非常棒,还有冷气哦 诶,如果下雨的话 那不是更好 听着叮叮叭叭叭叭叭叭叭nya 那你就不说话了 对了 没有教科你不要看我 二姨太 你肚子饿了吗 老爷 上茶给你 这么大的茶壶吓死我了 好啦 我们现在来到了什么地方 这里是 TS pub的活动中心 哦 那你就站在这边 又好像感觉 站在舞台 对了 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这边有一个投影机 那边有那个白色的 这边可以拉下来的一个荧幕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小电影了 又来小电影 美姐你最近什么事情啊 不好意思啊 我有点怕 脸都红了 她说看小电影我有点怕 我们比较喜欢看大电影对不对 大荧幕哦 来 这个地方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对不对 对 是的 其实这里你看到是一个活动中心 这里可以办一些有关茶的一些知识讲座 或者一些文创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举办 在楼上那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后期里面 我们会希望能够做一个长茶的一个展示中心 它是另外一部分的茶 哦 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对 在楼上其实还有一个整个空间在里面 那个部分是必须要用空调来收藏的 哦 它必须24小时有空的 哦 也是个喝茶的空间 喝茶的空间 在这边 哎呦 是的 这里也有个喝茶的空间 这里也不住的 你们就坐这边吧 哇 我有没有气质 呃 气质满满 包茶 哦 这个就是我们就看茶艺师去表演的啦 对对对就在这边 通常是茶艺师在这 哎 然后有些人坐在这 那么可以去品茶 这就是另外一种教育 就是叫我们如何去品茶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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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如何去表演这个茶艺 是的 包括有些比如说有些时候 我们如果在这里办一些什么活动的话 说不过VIP是在这个位置上一无聊了 真的咧 有那个Superstar的感觉 我想演戏啊 哈哈哈哈 来美姐请上 有请美姐 对其实这个除了这边是舞台 我底下也是舞台 总共有三个台 然后那个杨辉那边也是一个台 就是看我们怎么去用 然后就推荐给我们喜欢表演的 或者做表演艺术的朋友 诶这边你可以来考虑一下 还可以 那边还可以玩 这个是一个桥的走道 通去那个空间在我们的二旗发展里面呢 那里还会是另外一个主场的 查的一个展示中心吧 你看如果我要做一个环境剧场的话 这边可以演一个戏 然后我观众就可以看我表演了 诶 美姐就开始造一个新的舞台剧在这边表演吧 诶我也是可以在这边开班啊 对啊 教课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演出了 不错的idea 诶不错不错 好 我们喜欢演出的表演 表演的朋友 只能这个TS Hub 无限的请 对 其实我们这里有预设了很多个可能性的存在 在这个地方 是是是是是是 整体建设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很多方面了 你看 这么漂亮的舞台 这么漂亮的观众鞋 是啊 谢谢 雪梅姐你在做什么 我在闻茶 茶吗 这不是刀石头吗 这是茶 你过来看 过来看 来 诶这个 这个好像是普洱茶 诶 Desmond 这是普洱茶吗 对 是的 这是普洱茶 整块 茶砖整块 而且它本身有 有掉那个字哦 赏蓝 煮茶 看不到字 是 是 神仙 OK 这边还有另外 哇 这个最远 哇 这些都是宝哦 这 卖吗 卖 卖 这卖的 对 你不要吐口水哦 我们还是先想想吧 先想想 暂时秘密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很多那些啊 藏茶的那个罐对不对 然后想问一下 Desmond 可以讲解一下 这个是什么材料来的 这个是白干 哦 整个是纯白干吗 对对对 你听啊 有声音的哦 那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茶一开始买了过后 打开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藏在白干里面吗 因为茶是一个 很敏感的一个 嗯 它的材料哦 是一个很敏感的 特别是 它容易受几种东西影响 茶的收藏里面 第一个 光线 温度 温度 湿度 湿度 还有气流量 这些都是会影响茶的变化的 嗯 那我们说在收藏的时候 整片茶品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通常是用纸片包着 然后放在那种通风 湿度以及温度都适合的地方 嗯 让普洱茶在那个地方收藏的阶段里面 它会不断的成化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在开茶了以后 就是把整片茶品拆了以后 变成散茶 你就必须得藏在这地方 因为第一 保护它不受温度影响 第二 就是它的湿度 换句话说 我们不会进水器啊 哦 它的那个密封 对 它的那个密封的那个状态 又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在很多的茶店里面 以前那种老式茶店 他们的储存茶不是用这样的罐子 对 所以就是茶柄把它分开了 我就必须要用这样的 对对对 去装高 隔节 隔节隔节 我想知道 成化 成年的 不是成年年的 那叫成 成皮的成 这成化 可以用另外一个字来 喜欢它吗 呃 变老 发酵 它也不是发酵 已经完全去够发酵的 发酵 对对 它的所谓的成化 其实我们呢 呃 我们知道一点就是 古耳茶最重要的一些组成成分 就是茶叶在发酵以后 嗯 我们说成化的过程是最主要是因为它的菌种 啊 它里面还有一些菌种 液菌 它是有一些液菌的 是是是是 那这个液菌会在成化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让胡耳茶越来越好喝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那就让它 有点越老 越 越 越香 越醇 的感觉 所以说是醇 或者说我们说韵味 韵味 对 会越来越厚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 我们尝茶就是要尝胡耳 对 是的 尝了越久 它的成化的度数越高 就是越有韵味越好喝 啊 二少奶奶 诶 我们要开店了吗 好 好开店吧 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要不要开门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事没事 来了来了 刚喝了点酒 哈哈哈哈 你在喝茶讲喝酒 对啊 这是我们胡耳茶的茶餐 嗯 哇 这个部门我们称之为TX 刚才我们说了 TX有三个组成部分 除了组成的茶餐 对 还有就是TX 还有XT XT 我们刚才在那里吃过 我们的午餐 好 这里呢 主要是谈的是茶 这里跟XT有点区别 嗯 XT是一个比较年轻化 也比较 呃 跟上潮流 或者我们说 对 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 是 去呈现茶这个东西 是 那么在这里呢 你就可以作为 它算是一个 最传统的模式 去喝茶 因为为什么 这整个地方 都是藏着的 都是普耳茶 是 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 普耳空间 普耳空间 对 在左跟右 你都会看到 非常多的普耳茶 是 我还看到有美女 美 这个就是我们要走向 传统的喝茶方式 来啦 我们去品茶啦 谢谢美姐 做什么茶 是绿茶 我没有认错它 你没有假修一下 好像专业这样子啊 这什么茶 这是什么茶 帮我 帮我 帮我闻一下 嗯 绿茶 你确定吗 这是什么 请问 还是来专家来说吧 来 我 这个是什么茶 这是什么 我是秀琴 也是 紫藤的茶医师 哦 这一个呢 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普耳茶来的 普耳清茶 普耳清茶 清 压成的一个茶段 我们叫做茶段 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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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茶就是绿茶 绿茶就是清茶 所以说普耳是普耳 普耳有分清茶和熟茶 熟茶 熟茶是经过后发酵的 所以说后发酵 后发酵 后发酵 后发酵的 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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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现在它压成茶砖 或者茶柄过后 可以珍藏 珍藏了若干年后 它就变成老茶 口感香气和市场价值 都是会倍增的 哦 会升值的 最后这个松茶 升茶的意思就是 它会跟着时间 慢慢的陈化 它越沉的话 它的口感越好 香气越好 然后价格也越高 越好的品质的茶 收藏的价值 所以我们这一个普耳空间呢 就是开放给大众 希望我们马来西亚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普耳茶 来我们这里收茶 可以把他们茶越收越好喝 然后那个价值越来越好 你问一个问题 这个清茶跟普耳茶的差别在哪里 普耳茶它是两个 它是有清茶或者是深茶或者是熟茶 熟茶呢通常我们就是建议顾客 常品 常常喝的 将血压膏 将胆固醇 就是消枝 去油腻减肥 都行 那么它呢 比较软胃 就适合 不管什么年龄成的人都可以喝的 那么清茶的话呢 就是我们建议顾客们收藏 那么清茶它新的话 口感没有那么好 价格也稍便宜 所以这是设客收 那么经过若干年后 它的陈化 它会越来越好喝 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我们这里一个环境呢 是非常设客收茶 因为很多顾客 他们的家里收的环境不好 所以他们的茶会发霉 那么就可惜了 那个茶 我们不要说市场价值 都是可惜的那些茶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普洱空间呢 可以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 来收茶 然后我刚才跟你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 刚才我讲的清茶就是 就是清 就是还没有熟的普洱茶 然后跟普洱茶是熟了的 熟茶已经是发酵过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问 在睡眠方面 你有些人担心喝茶 尤其是晚上喝茶 怕影响到它的睡眠 会影响到吗 后发酵的熟茶 通常比较软味的 都涉合 它不会影响睡眠 深的普洱茶呢 因为它带有维他命C 和抗氧化 它是比较精神的 所以有些人就会喝了 会觉得比较精神 提神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 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很多人都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些比较稍微敏感的 那么我们觉得喝的清茶 比较精神 比较难落棉的话 那么我们就建议他喝熟茶 熟茶是任何食品 任何年龄层都可以开的 都可以开的 好 刚才呢我是想说 叫我的小助理 把这个茶搬回我家里去 但是我老板 但是我想想我的家里的气流 是不流通的 所以呢 来写上我的名字 我就藏在这里 好 好 好 哇这些可以做艺术品 又可以来 送礼 送礼 我喝别人前天的时候 对 送茶多有意思 对 对 其实蛮多的这些 来自 应该是来自云南的 这普尔 高山云打普尔 什么 对 这是云南 哇这个够黑 我相信他的那个 对 然后这边品味人生 那我送你 来 这个阳哥的 好谢谢你 自己来点钱 哈哈哈哈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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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银行 银行